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车 二人 怎么了 是不是刹车失灵了 嫂子你可不再这么唬人的呀 这轮胎都给磨破了 我这车是贷款买的呀 行了 你别叨叨了 车不还在吗 没事吧 说句话 没事 没事 怎么样 你的那几个一点解决了吗 你觉得他是凶手吗 觉得 二人 证据才是第一位的 只有掌握了有力的证据 才能证明一个人是无辜 或是有罪 你是律师应该明白这一点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着车冲向海里吗 我是在做一个试验 我水性非常好 大二的时候 我得过全省的游泳冠军 这和你要做的试验有什么关系吗 我在冲向海里之前 把车窗摇下来了 而且我知道 我一旦落水 你肯定会救我 所以我会毫不畏惧地冲向海里 在汽车即将冲向海里的一瞬间 我还是害怕的 本能地踩下了刹车 疑点就出现了 根据你们警方在现场勘察的结果 现场是没有刹车痕迹的 刹车和制动系统完好 可奇怪的是 现场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刹车痕迹 可是你还记得杨曼丽在现场和看守所的表现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驚慌失措魂图手舍 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动 但是我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你冷静 我真的不想放心 我真的很想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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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完成一次 需要无比胆量和勇气的谋杀呢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杨曼丽开车 她不可能如此坚决地把车开进化给你 这只是一个假设 我还不能确定 即使假设杨曼丽是一个心理素质非常过硬的谋杀犯 那么她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并不高明 而且还会把自己暴露于警方的杀人方法呢 这个之前我也想过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让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测 什么 在犯罪心理学上 有一种情况叫做突然动机犯罪 也就是说 罪犯往往没有提前精心策划 而是突然之间心生杀孽 杨曼丽杀害司马良的念头 也许只是萌生于转瞬之间 在惊恐和紧张的共同刺激下 她完全有可能情绪失控 把车冲进回来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有可能发生 可是 谁也救不了我 直觉 你相不相信女人的直觉有时候很准 那你现在的直觉是什么 杀人凶手 一定另有其人 哎 红人 帮我个忙呗 这份文件 你给我给陈总送过去吧 什么大红人啊 你别瞎说啊 你干吗不自己送进去啊 这份文件陈总是昨天要的 我现在才做出来 我要现在过去 那肯定得挨骂呀 蕾蕾 我求求你了 你可不知道 我这个月请进奖 可马上就要被扣光了 你要是不帮我 我可怎么办呀 我求求我了 我求求你了 蕾蕾 你求求我了 好吧 娟哥 你是不是看着你们公司那小秘书 小睡的 说什么呢你 注意素质 好歹也是咱君哥的公司对不对 不 君哥 你这回认真的 那个 你跟你那小对象现在怎么样了 早拆了 又新找一个 海澜的 模特 模特 不是 你 你怎么泡上的 就你教我的那几招啊 请客吃吃饭 唱唱歌 跳跳舞啥的 再去商场买几件衣服 他要是再装活动拿我当凯子 我就直接给他来横的 对 就来横的 最管用了 大王硬上工 现在这女的就吃这一套 甭管长什么样的 拿下来就老实了 我拿你奶奶 君哥 我看铁头哥说的有那么一点 也有点道理 话操 可是理不操啊 要不安排个局 开个房 把罗磊 有事 陈总 这是沈冰让我给您的报表 行 给我 没什么事我就先出去了 来 好 去忙 来 过来 你们说安排个什么局好 好好好 文件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就这样 拜拜 来 趁热吃了 凉了可就不甜了 杰总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别叫我杰总 叫我紫洁 我没什么事顺便过来看看你 没打扰你吧 没有 我不忙 有心事 哪有 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吧 刚说不忙又说太累了 肯定有心事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再担心 我晚上 不许再拒绝我了 你要是再拒绝我 今天晚上我得当着阿姨的面请你 就算你那个大哥再把我打出来 我也不管 笑了 就代表答应我了 晚上下班 公司门口等你 我 不接不散 累死我 不干了 干不动了 晚后啊 我失聚了 我失聚了 子洁啊 你爸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可不能明着来呀 不来明的 不来暗的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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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喂 是我 你已經到了 行 你就下面等我晚安吧 吉士哥 這個地方靠譜嗎 靠譜絕對靠譜 小姐多著呢 誰問你這個了 軍哥 我覺得不錯啊 你要把那小牛往這兒一領 吃飯唱歌打球睡覺一條龍啊 全齊了 那也就是 進去看看 走 走 走 你好 先生 給我開街跑 好的 我去吧 吉士哥 那頂子不是子晴他媽嗎 你哪有誰啊 吉士哥 老爺老 是咱們你爸 哎 吉士哥 你不認人 跟著咱們 多盯緊點 明白 師父 跟著前面那輛車 雅曼麗 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們重新調查了案發現場 發現了一些新的線索 有可能可以證明你是清白的 我現在需要你告訴我 案發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對於證明你清白非常重要 我沒什麼好說的 你別費力氣了 你怎麼不明白 我現在在幫你 你不告訴我 我怎麼幫你啊 案發當天你為什麼 跟你的丈夫去湖邊 到底誰開了車 我不想說你別問了 我也不用你替我辯護了 法庭院怎麼判就怎麼判吧 你就那麼想死嗎 你要想死當天晚上 你就不應該爬上來 應該跟你那個 想自殺的丈夫一塊去死 爬上來就證明你不想死 不想死為什麼不把真相說出來呢 你別說了你別說了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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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好 綺太 來別看了 趁熱喝啊 放那兒 什麼呀這麼好看 你叫你騙拔的案子 要開庭了 记者们要有的编了 爸 没睡呢 等这晚才回来啊 我去洗了几张照片 正好蓝姨也在 你快看看 要怎么快看看 除了那些小明星大模特 没吸引呢 这回可不一样了 我跟着咱们啊 我定静点 明白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爸 您看看 怎么回事啊 就认识谁 齐台 你听我解释 解释啊 不只是爸爸想听 我也很想听你应该怎么解释 他 他 齐台 你千万别多想 这个人 他 出来 他 他就是个 保险公司的顾问 你找他干什么呀 我 我 我跟你投了五千万的意外保险 五千万哪 这么高的保险啊 兰姨 受益人是你自己吧 不是 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 是谁啊 是 是 是自己 兰姨啊 兰姨啊 你这是要学杨曼丽啊 施君啊 你可千万不要乱说啊 这份保险 我是很早以前就买了的 很早以前 你把不得我早死啊 你把不得我早死啊 齐台不是这样的我 我 慢点 我怎么了吧 是你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心里不舒服 我 怎么了这是 没 没什么 那你哭什么呀 没 没有啊 是不是我可在欺负你了 不全快施君 是妈多事了 我就是要是她 等着 子歇 子歇 你把咱妈怎么了 你还有心思喝酒 到底怎么回事 妈在下面哭呢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你说这话 就是不把咱们当一家人了 那要先问问你妈 偷着买保险 有没有把我和老爷子 当成一家人呢 什么保险 你妈背着我们 偷偷买了一份 五千万的保险 受益人只有一个 就是你 今天你妈和一个男人去约会 我本来以为她要背着老爷子 要干些什么 就让底下人去跟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啊 跟出这么一档子事 至于你妈她为什么哭啊 我不清楚 你要想知道的话 下楼问你妈呀 我嫁给你二十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嫁给你二十多年了 我相信说我对世军怎么样 从我嫁过来 我有委屈过她吗 有什么不都是先紧着她呀 可毕竟子杰 才是我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任务 你把公司都给她世军了 还有什么能给子杰的呢 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世军和他妈有亏欠 所以想把家业交给她来掌管 说实话我心里不舒服 可我有跟你闹过一句吗 天天下哪个当妈的 不对自己的孩子有点私心 还有 我告诉你这个期待 你们爷俩少得那脏心烂肺 投报纸是要跟那个骗保杀夫的破报纸 但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去把保杀拿给你看看 你看看上面的日子 好了 不用看了 没有其他意思就行 我怎么看过别的意思 这是我吗 当然是 没有那么美好 再好的画家 也没问题好多个众美 在我心里你是最美的 杨曼丽她就是军手 好 你就那么想死吗 你要想死当天晚上你就不应该爬上来 应该跟你那个想自杀的丈夫一块去死 你不想死吗 喂 你好 我是安人 两万里自杀未遂 现在医院抢救 什么 在哪家医院 好 我马上到 好 这情况很好 杨曼丽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抢救过来了 实在是太悬了 医生说 再晚来十分钟 恐怕我们都见不到她了 那你们哪儿管得那么严 她怎么会有机会自杀呢 晚上快熄灯的时候 她突然嚷着说胃疼 说要喝开水 我们就拿暖瓶去给她打开水 怎么拉扯了 别动 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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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一直纳闷 她从观念来到现在 情绪一直很稳定 她现在醒过来了吗 醒过来了 我可以进去看看她 可以 但是我们要对你们的谈话 进行监控和监听 杨茗里身体比较虚弱 长话要短说 你感觉好点了吗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觉得你自杀了 所有的事情就都可以解决了 你错了 别人只会觉得 你心怀愧就畏罪自杀 白天我跟你说的推测 是正确的 对不对吗 你就那么想死吗 你要想死 当天晚上你就不应该爬上来 应该跟你那个想自杀的丈夫 一块儿去死 司马良是自杀 尽管很多人都觉得 你跟司马良在一起 是有所图谋 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 我和我的老师宁愿相信 有另外一种可动 你深深爱着司马良 对不对 你看看 这幅画你还记不记得 不愿意 确实在美 这外全不愿意 養的 我算不愿意 对 我自己有所爱 你对她的 我自己是 我没有 我也是女人 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来 你也爱她对不对 我知道你一定有难言的苦衷 宁愿死都不跟我说 可是你知道吗 你不说所有的人都会认为 你是你亲手杀了你最爱的人 你想逃避想自杀 想上天上去陪她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所有人都不会相信 你们是真心相爱的 你这么做 对得起爱你的驸马良吗 就算是对她在天之灵的告慰 你也应该相信我让我帮你 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相信你们的爱是真诚的 他们是真相爱的 好 你死定了 你们是真相爱的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有点让我保定 他就想赢了 我赶索啊 他就想赢了 你身心 你还想赢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事啊 这么急 杨曼丽答应配合我们调查了 那太好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找你就是让你帮忙啊 陪我去趟杨曼丽的老家 古北山 对啊 不远 什么时候去 明天早上 这个事情一早不一迟 明天恐怕 恐怕什么呀 行还是不行啊 是这样 明天是我弟弟妹妹的生日 每年嘛 我们全家都一起过 对对对 妹妹的生日还可以重新再补嘛 杨曼丽的取证要是耽误了你说 再说这个案子刚刚开始 我还是挺需要你的帮助 这个案子一点颇多 虽然送捡了 但是咱不能了解 有一点就不能结案 再说你看看人家那个小律师 为了证明杨曼丽的犯罪心理 开车往湖里冲 那咱们呢 咱们就得仔仔细细地在查 我跟夏的任务 我来查清 别问你 别问你 行 我陪你去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够意思啊 这 这是你们律师界的礼节啊 这 这又不是外容 你干吗那么激动啊 明天早上七点钟火车站见 不见不散 给你票 你这票都买好了 你还跟我商量吧 跟你客气一下啊 你这完全是假客气 跟你弟弟妹妹说 提前祝他们生日快乐 礼物我候补 好 姐夫 姐夫好 姐夫好 拜拜 拜拜 昨天的电影 讲的是什么呀 你没看啊 亲看你了 明天有没有时间 我们俩一块儿 过生日 你怎么知道我明天 要过生日啊 罗磊什么时候过生日 罗磊生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一 农历六月二十七日 属兔 狮子总 今天几号 今天八月二十 那就是明天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老者 长得有点像 张三丰 有点像的 小丰 太帅了 母亲 在那里面 一块儿 得有收拾 我的女朋友 有点像那个 我先去联系 今天马上伞 连世了 你不会有其他安排吧 先走 你肯定是约别人 对吧 我能约谁啊 每年这个时候 我都是和家里人一起过生日的 谁过生日啊 陈总 没谁过生日 我先走了 想炮的 大哥 我哪有这闲工夫啊 没有最好 公司里面上上下下这么多年 别跟哥争 大哥 我们俩什么争不争的 我先走了 喂 子杰 不是 我是杰总助理阿翔 是你啊 莫马脸有什么事吗 你和杰总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事啊 怎么了 她喝了好多酒 还一直喊着你的名字 还说什么 要跟你去过生日 奶奶 你为什么不让我陪你过生日 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对 你跟我说 我该还不醒了 我看她 我看她 挺难受的 罗雷 要不你出来和她见一面 这么晚了 我也出不去啊 阿翔 你帮我劝劝她吧 妹子 不 我不帮你劝她 我怎么劝啊 要不这样了 我把杰总送到你家楼下 你跟她见一面 不行 不行 要不这样吧 你跟她说 我答应她陪我过生日 明天我跟她打电话 你答应明天跟杰总出去吧 答应了 答应了 但是 你要帮我劝劝的 让她少喝点酒 要不然对身体不好 好 拜拜 有个蒸 出碗子也喝包带 妈看你们最近都挺忙的 晚上想给你们做点你们爱吃的 跟妈说 晚上想吃什么 妈 今天我 妈 我陪朋友去办个案子 晚上可能回来得晚一点 好 那没事 我们俩咱先吃 你要是能赶回来 妈给你别的账 妈 今天晚上可能我也回不来了 你又有什么事啊 今天不是休息吗 今天公司组织培训 昨天太晚了 我没来得及说 大周末的组织培训啊 今天还是你生日呢 我也没办法呀 公司规定嘛 你们也太不仗义了 一个个都出去约会 把我跟妈扔家里 谁出去约会了 我那时候去培训 我们那都是正事 知道吗 我不管 反正我姐这生日我过不痛快了 那你们都不回来 那我出去吃 哥 妈 给点赞助呗 来 赞助你根油条 晚上好好陪妈吃饭 妈 又不管我咱们 小迪 你哥和你姐 人家都是去办正事 你别跟着捣乱 哥 我姐公司培训 没什么可怀疑的 那你 是不是和那个美女律师 去查飞舌坠海的案子 应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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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支持你 顺便过二十几 不 吃完了 早来了 怕当我们的事吗 包厅眼熟的呀 能不眼熟吗 你上次差点一枪包给打死那次 我就背的这个包 这是我的幸运包 站住 站住 老虎 老虎 多幸运的包啊 那事你还记得呢 刻骨铭心 行吧 不是你包幸运 那时候的枪法好 你别说我的包不幸运 我还指这个包 给我们这次调查 带来好运呢 好好好 幸运幸运 幸运咱也得上车 要不然赶不上车了 走啊 走啊 快点 子洁 去很远的地方吗 今天去的地方 风景特别好 特别适合寡人世界 昨晚我喝了不少酒 要不我就开车去了 走吧 好啊 小下 快看看 磊下 后面 快看 快看 可以 快看 快看 这不是 真是太谢谢您了 要不我们真不知道 怎么找到他的亲人 还好 你们遇到我了 那个时候 我是杨娜的班主任 还经常家访嘛 真是太谢谢您了 不用客气 你们就按我说的地址 找就找到他们家了 就在前面一拐弯 好 赶紧麻烦了 不客气 关注 by bwd6